大家好,我是阿福 我是福泰 我们来浙江自驾游啦 哦,臭豆腐来咯 oh no 来,福哥,你的最爱 我妈呀 不行 喝咖啡的话,我是两年前喝过一次 前段时间又喝了一次咖啡 感觉咖啡很苦 我老婆今天订的酒店非常不错 这个房间实在太有意思了 这里有多少钱你往上 离我们上次来浙江旅游已经过去好久了 正好最近这段时间 我和我老婆都想旅游放松一下 所以我们就决定来一个浙江三天自驾游 整个行程都是我亲爱的老婆安排的 完全是一趟文化之旅 而且我也想给你们看一下 三天的旅游需要花多少钱 我们第一币开销就是租了这辆车 一天的价格是169块 我感觉还挺便宜的 第一站我们先来到了杭州的梁祖遗址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哟我们现在到了 那为什么我第一站要选择来这个地方 是因为就很想知道一下 我们这些原始人民 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正好问一下他们这里放假是多少 好 如果找得到人问的话那可以 这个房子一平放多少天 开玩笑的 莫米奇妙要被你问的 哈哈哈哈 很莫米奇妙要被你问的 咋啦 就是对 现在我们看着我们的豪华座驾 准备逛满整个古城遗址 Let's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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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这个地方真的超级的大 超级美 这个就是之前墨角山宫殿区 你们看这个前面就是以前古代的一些宫殿和房子 现在我们踩在的这个地就是之前这些宫殿建的这个地 在后面这个都是房屋 在那边也是 所以以前你的祖先全部都生活在这里 而且你也是蒋之户这一块 对 我是苏北的嘛 来 你看摸一下这个 看到吗 我一下子穿越了 我演技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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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在这个博物馆非常值得一来 他们5000年前已经开始种水稻 而且开始养猪 所以说他们以前可能已经有红烧肉配米饭 而且他们已经有蚊子 有这些玉器 有很多工具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对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感兴趣 一定要来这里 而且小孩看这里参观一下 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 在浙江自驾游真的非常的惬意 你们觉得吗 风景特别特别的漂亮 我们现在要去金山寺平茶 放松一下 金山寺是浙江省一座很有名的寺庙 已经有1200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走进寺庙的时候 一下子就感觉跟外面的世界很不一样 整个人都平静下来了 整个人都平静下来了 金山的茶茶也非常有名 这次我们专门找到了金山寺的法师 跟我们一起来拼拼茶 聊聊聊天 金山的茶宴的话是以抹擦为主 它属于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它是宋代的一个喝茶的方式 喝的是一种文化 也不苦啊 这是甜的 他们就喜欢喝咖啡 中国人又比较少喝咖啡 我也是喝咖啡的话 我是两年前喝过一次 前段时间又喝了一次咖啡 感觉咖啡很苦 没出家前其实我也是一个有点急躁的 但是我出家之后 我出家现在有十几年了 十三年的时间了 慢慢的喜欢过着生活 你发现人不修炼 欲望无有此境 烦恼无有此境 但是你经过了这几年的磨练啊 体会啊 慢慢的你就站下来了 就会学会看破和放下 然后你从看破和放下当中的话 你又重新的认识了这个世界 是另一种感知 喝茶的也是这样 到底谁来品这个茶 他这个茶的话 是不是能够进入到你的内心世界里面 借茶来休息 给我来订阅这种情愚者 我们找到了孔一级酒家 孔一级大家知道吗 知道是谁吗 所以我们今天一共点了7个菜 那我们有3个人啊 要不我们两个猜一下吧 谁猜的最准谁来买单 我觉得380块左右 太贵了 没有380 330 人均110 OK 吃下这个混香豆 这是孔一级最喜欢吃的东西 这个菜我从来没吃过 这个是梅干菜蒙肉 嗯 其实也是有点偏甜的味道 对 这块都喜欢吃甜的 这个组合我从来没吃过 鱼煎蛋还有肉饼 有浙江的朋友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把鱼鸡蛋和肉饼放在一起 哦 臭豆腐来咯 哦 no 哦 no 哦 no 来福哥你的最爱 我的 哇真的好臭 哎呀它跟那个湖南的长得不一样 对湖南是那种正方形而且是黑色的 然后你们看一下这个就胖嘟嘟的很可爱好吗 不可爱 来大家看一下一定要蘸他们这个甜蜜酱和辣酱一起啊 嗯太好吃了 我要试试看我一种炸的 我妈呀 不行 不行还是不行 真臭啊 哇 那你觉得榴莲臭还是这个臭 不一样的臭 好现在我们就开始揭晓这一顿菜要多少钱 我要三百三你是 三百八多少钱 三百 最后一个是一个六 三百八十六 对 你真的很厉害 买单 但是我的微信搬定的是你的卡 哈哈哈 来来来买单 OK 成功 谢谢老婆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绍兴非常著名的黄酒博物馆 品尝到了正宗的绍兴黄酒和酒酿 嗯 怎么样 这个很爽口的 很爽口对啊 之后我们又开车到盛州的乐剧小镇 乐剧在国外被称为中国歌剧 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 我们当天很幸运也欣赏到了非常经典的乐剧表演 哇 我们现在到了天台山的宾馆了已经 然后我特别喜欢这个房间 虽然说这个房间不是很大 但特别的温馨 装修也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价格也很超值 576块一个晚上 嗯 然后还包早饭 最最最大的看点就是外面的阳台 请 是不是很漂亮 然后下面还有鱼 然后那边还有个瀑布 而且你们要看这里的景 你看 就有山就在那儿 早 早 早上好 非常漂亮的一个早上 你们看一下蓝天白云 现在我们到了哪里福哥 国庆寺 国庆寺 对非常有韵味 而且全部都是在大自然里面 对啊 在后面很漂亮的 大家看一下这棵树 是这样长的 说不定哪个皇帝在这里 也跟我们看过同样的树 你知道吗 有可能啊 对啊你看这个年轮这么厚 这可肯定有100岁了 在这边爬山真的超级减肥的 对 我跟你说我不能想象 我还带着我以前的80斤的肉 爬山 还好 我现在很感谢我减肥了 你们看这里还有这么高的一条肉 最后一天的晚上 我们住在了摩根山 一家非常有特色的民宿 不仅撞修的很漂亮 而且又很有文化气息 我老婆今天订的酒店非常不错 前面门口有一个牌子 写的是坐着创作基地 你们也知道我也是一个作者 我也写了一本书 然后我感觉就特别适合我今天住在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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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买好漂亮的 大家买好漂亮的 我们下期再见 你买好多吗 一个网上 一千多 一千多块 但是特别特别有特色 一进来就是有一个坊间 装修和家具 特别有艺术气息 后面全部都是书 然后有一个小楼漆 下渠 有另外一个坊间 为什么我们有两个床 这床床给谁睡 本来想给爱因斯坦的嘛 对 那如果你今天晚上打呼噜 我就睡到这里的 到底谁打呼噜啊 对我 你可以在这里睡觉 或者在这里泡澡 还有一个阳台 哇塞 这个阳台的风景 就是这个 这个酒店 我老婆是不是造的很赞 你们觉得赞的话 也可以给她点个赞 老婆我要说 这次浙江之旅 你真的安排的非常好 真的让我重新认识了一下 这个上海隔壁的一个省 我也很建议你们 如果你们有空的话 一定要来浙江旅游 这里有很多很值得来的地方 而且我们这次是做了就可能五六个地方 但是还有很多小的或者大的地方 也很值得去很漂亮的 所以非常感谢你这次给我安排 这么好的一次旅程 不客气应该的 我们这次旅程 我们花了多少钱 我们算一下 然后在这里给你们练一下 你们还想看哪一些中国的地方 让我这个德国人 帮你们分享一下当地美食 当地风景 认识一下当地的人 欢迎在下面 留个言 非常期待 说不定下一次 我们就会去你们推荐的地方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拜拜